文化橱窗 笔大小游戏 扑克牌除了常见的减红点 大老二、排七等玩法之外 还可以变化出什么游戏呢? 那还不简单 现在就介绍你一个跟数学有关的玩法吧 一副不含鬼牌的扑克牌共有52张 分别有红、黑两种颜色 其中A到K分别代表1到13 我们将黑色的牌设定为正数 红色的牌设定为负数 每次发五张牌 再从这五张牌中选出两张牌 将它们所代表的数相乘 例如方块4代表负4 方块6代表负6 则这两张牌的乘积为负4乘以负6 等于24 再从剩下的三张牌中选出两张牌 将它们代表的数相加 例如红星2为负2 梅花5为正5 则这两张的和为负2加5等于3 最后剩下的一张牌代表运算符号 黑色代表加号 红色代表减号 因为最后剩下的牌为黑桃S 表示为加号 再将前面算出来的鸡和和相加 就可以得到24加3等于27 听起来好有趣哦 现在知道规则后试着玩看看吧 要如何配对这五张牌 才能从中找出最大的数呢 我马上来试试看 是什么 是什么 适应是什么 当装一定です 都不是